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習大洗牌 這事若發生 中共獲生兵變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撒謊 秦剛消失15天 原因終於曝光 南非將召開金磚峰會 被通緝的普京會被捕嗎? 佛州州長德桑蒂斯表示 如果當選總統 將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之機 今天是7月10號 星期一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習大洗牌 這事若發生 中共獲生兵變 進入7月份 美軍在西太平洋開啟多項演習 F-22 F-35 B-52接連出動 並聯合多國空軍進行遠距離投射演練 針對中共展示強大的空中優勢 7月6日 習近平視察東部戰區 再提安全形勢不穩定性 又要求備戰 軍事評論家沈周在大紀元撰文表示 俄羅斯瓦格納集團6月23日忽然兵變 並一度行進到距離莫斯科200公里 震驚了很多人 包括中共領導人 大紀元軍事評論員沈周撰文說 十年來 習近平狠抓軍權的主要目的並非對外作戰 而是首先要保衛自己 估計至少已經清洗了數百位中共各級將領 習近平為了洗牌 取消了原來的軍區改為戰區 人事重新大調整 五大戰區主官名義上官挺大 但只在戰時才有指揮權 平時並無兵權 沒有條件兵變 岂是 各戰區下屬的軍事單位 在軍委各軍種司令部和戰區的雙重監視之下 同樣難以發動兵變 中共為杜絕此類事件 應該早就嚴控彈藥 防止更大的兵變 瓦格納集團曾在烏克蘭前線作戰 獲得了大量武器彈藥 才有條件發動兵變 中共軍隊也一樣 若中共在台海開戰 勢必要為前線部隊提前配屬彈藥 還會運送大量彈藥到東部戰區 前線指揮官 或者是東部戰區司令 或者有中共軍委臨時指定 或有權指揮不同戰區的龐大部隊 此時 中共軍隊最可能發生兵變 無論是不願意打仗 還是有更大的政治圖謀 或真正出於民族大義 1979年 中共發動對越南的戰爭 擔任主要作戰任務的昆明軍區林鎮議帥 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德智與昆明軍區司令員王碧成對調 中共軍隊從兩線進攻 東線兵團由許世友指揮 西線兵團由楊德智 張志秀指揮 兩線同時向軍委報告 可見中共軍隊從來都擔心前線可能的兵變倒戈 雖然中共領導人又提備戰 但近期很可能不敢開戰 不僅怕美軍和聯軍的反擊 更怕中共軍隊內部兵變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撒謊 秦剛消失15天 原因終於曝光 據報導 中共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秦剛自6月25日在北京會見來訪的多國外長後 就消失於公眾視野 失蹤了15天 原因是他確診了 港媒《星島日報》10日刊文指出 秦剛上月25日會見了斯里蘭卡 越南兩國外長及俄羅斯副外長後 就消失於公眾視野 7月4日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以視訊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組織 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會議 本來這種場合秦剛與政治局委員兼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是必定陪同參加的 但秦剛缺席 文章表示 秦剛的缺席引起了外界關注 7日下午 有外媒在中共外交部記者會上詢問秦剛是否因為健康原因而在公眾視野消失 發言人汪文斌回應 我並沒有聽說你講的這個情況 但文章指出 汪文斌指說並沒有聽說 沒有否認秦剛抱恙 據悉 秦剛是因為確診新冠即中共病毒已經休養半個月 南非將召開金磚峰會 被通緝的普京會被捕嗎? 法廣報導 不過拉玛弗薩沒有說 3月以來被國際刑事法院下令追捕的俄羅斯總統普京 是否本人親自出席金磚國家峰會 國際刑事法院以普京犯下驅逐烏克蘭兒童的戰爭罪頒布了拘捕令 南非目前是金磚國家輪流主席國 按照計劃 第15屆金磚國家峰會 將於8月22至24日在約翰內斯堡舉行 南非總統在南非國大黨會議間隙 針對媒體詢問表示 這是金磚國家領袖實體出席的峰會 三年來金磚峰會都是虛擬峰會 這次我們承諾舉行一次我們可以彼此直視的峰會 作為國際刑事法院成員國 當俄羅斯總統普京出現在其領土時 南非有義務執行逮捕令 顯然一直拒絕譴責俄羅斯親屋的南非當局正面臨外交困境 南非媒體刊載的《非經正時》的留言稱 南非尋求把本屆峰會挪到中國去開 從而避免逮捕普京 南非曾有官員表示 參加國際會議的都享有豁免權 但專家認為 國際刑事法院的多項判決顯示 在國際法庭面前 即使是現任國家元首也沒有豁免權 依據是羅馬規約的法律規定 南非政府曾面臨同樣的困境 2015年遭國際刑事法院通緝的蘇丹總統巴西爾前往南非開會 不過 巴西爾趕在南非法院下達逮捕令前離開了南非 南非憲法法院之後裁定南非本應逮捕巴西爾 政府違反了自己國家的法律 這意味著 如果普京踏上南非領土 不逮捕普京將違反國際法和南非法律 目前看來普京是否去南非開會 如果他出現在南非領土 南非當局是否下決心逮捕他 仍然是一個懸案 作為非洲的外交強國 南非一如中國宣稱對俄乌戰爭吃中立立場 南非總統拉馬福薩表示 已與普京多次通話 上個月 拉馬福薩率領非洲代表團 試圖調停俄乌戰爭 但毫無結果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不接受在侵略者為撤出國土前與之談判的建議 佛州州長德桑蒂斯表示 如果當選總統 將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 路透社報導 德桑蒂斯週日接受福克斯週日新聞訪問時說 我贊成這麼做 即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做法 我想我們可能需要國會配合 但我會採取適當的行政措施 以期能夠讓我們朝那個方向進行 美國國會參議院2000年表決通過 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 當時中國準備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要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 也必須獲得國會批准 德桑蒂斯在受訪時也指出 中國是美國面對的頭號地緣政治威脅 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之爭中 前總統特朗普聲勢拘手 德桑蒂斯排名第二 但差距甚大 另據《紐約時報》報導 從各項數字來看 中美關係雙方雖競爭激烈 但彼此不可或缺 儘管兩國之間的緊張局勢不斷加劇 但雙方貿易仍然極其強勁 中國是美國第三大貿易夥伴 僅次於加拿大和墨西哥 去年 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和服務 達到創紀錄的5636億美元 但美國從中國進口的比例一直在下降 這表明一些企業正在與中國切斷聯繫 中國也是一個主要的出口市場 美國出口的大豆有一半消往中國 2021年 美國對華出口支撐了美國近110萬個就業崗位 今天 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阿波羅網報導 出事兒了 中共軍方高喊 堅決破除小山頭小圈子 接著是綜合報導 外星人的陰謀 2023真正驚人的發現 據新頗測 中共又盯上這1.8億人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每 雙方十多年 請按讚, feelings的請問 建成了 妖精師 並且那個更新的期待